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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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上的今天 知名词曲创作人庄奴 于1987年创作这一首歌曲 收入于童年凯旋专辑中 而《甜蜜蜜》等歌曲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今天的节目中 小哥与许如云要带领着大家 乘着时光隧道重温琼瑶电影时代的多首音曲 直直动听不容错过 我完全没有这样去想 可是你这样一唱我真的觉得很像 接下来由许如云为您带来这一首 在1981年《云且留住》的电影主题曲《云且留住》 我怎样望天空 我怎样望天空 问白云来自何求 我怎样望天空 显白云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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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细数几番稀疏 千言万语 化为一句呼唤 云且留住 云且留住 伴我同心 伴我同住 我愿变作海鹅 飞向白云深深圈 我愿变作青烟 斑白云同心同住 云儿啊 云儿啊 我几番稀疏 几番稀疏 千言万语 化为一句呼唤 云且留住 云且留住 伴我同心 伴我同住 年语者 雷尔 云儿啊 云儿啊 我几番稀疏 几番稀疏 千年未雨 化为一句不完 云且留住 云且留住 伴我同心 伴我同住 伴我同心 伴我同住 伴我同感 law 伴我同心 伴我同志 和对付祭 妳有什么作词 但去世业一本個人 单愛就走 班姨淼 我 pelas 在節目裡 好的朋友都希望再次能請到妳 太好了 謝謝 很開心今天又來 剛剛帶來的首歌 大家就覺得非常親切 一個非常熟悉的歌 而且妳詮釋起來又不一樣 雲且留住了 謝謝 這張最新的專輯唱片 給我們介紹一下 好 這張我們其實全部都是挑 那個瓊瑤的愛情電影主題曲 那最主要是因為覺得 希望能夠換回大家 在對當年那種 存存的愛的那種 一種感覺這樣 還有一些回憶這樣 對 妳說的也真的 在當時那些電影 陪伴了我們 以前那個時候的人性 感情方面各方面都淡淡的 很保守對不對 母情命義 對啊 雖然淡可是很濃 聽妳這麼一番解釋 我們就了解 妳們的用意其實也很深遠的 是有一些用意的 也代表徐國雲 她的腦海中的愛情觀念 很好很好 我覺得瓊瑤除了她的戲 跟她的小說 以前都陪伴我們長大 對 好像流派的歌跟她也息息相關 以前常常劉家商 先生都為她補曲 做一個主題曲 對 專輯裡面也有幾首 庭院生生 庭院生生 這裡面有好幾首都是標準的 譬如說秋歌 對 青山破鞋 一刀彩下 對 就是這種 火燒黃紅 對 這流派的東西 對 就是這種 其實我在這樣唱的時候 我也有餐飲點 也有餐飲點 對 我自己在唱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也有把它一些唱法的那種 就妳剛剛講 一刀彩下 的這種 我也有把它加進去 那妳裡面有一首歌 就庭院生生 更要用到這種 庭院生生的話 給我們示範一下 好 這天上人間 可能再去 聽那獨覺 在妳中傾聽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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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歸去 像這樣子的感覺 對 對 對 好像比較有跳躍一點 對 對 其實在專輯裡面聽是比較有一點 律動性比較有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發現 這個 我們會慣一些這個懷舊歌 更傷腦筋會不會 其實 傷腦筋是在於 就是說我們要如何在 不同的這個音樂編曲裡面 還保留它的原汁原味 我覺得這是很難的 最難就是 因為這些歌大家耳熟能詳 因為曾經流行過 對 對 而且你不覺得以前的歌 為什麼能夠流傳到現在 對 他們的旋律也很簡單 其實他們的整個 歌詞意也很簡單 可是為什麼就能夠流傳到現在 我覺得真的是值得 我們大家現在 好好地去探討一下 是是 尤其是流派的這些東西 跟這個瓊瑤小姐的作品 在我們觀念中是太深刻 對啊 所以有位作詞作曲 大概聽流派的東西太多了 鄭敬毅先生 為什麼 她每次做一些歌曲 我今天有一些新歌要花表了 為什麼 大家都說 鄭先生 你這個歌好像有Copy 什麼Copy 這都是我的心血 大家聽來聽去就很像 大概以前 熏陶太多了 多少 在往生 依然 安醉 為什麼有點像 Copy 紅瓶頭去黏就說 黏到那裡 我完全沒有這樣去想 可是你這樣一唱我 我真的覺得很像 其他的情歌也是有點像 別有那種眼光看我 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愛情 原來 無法 搶求 牛何必 這裡 對 倡機心頭 對 這裡好像喔 我實在太冤枉了 這歌對不對 豆芽菜才幾個嘛 對不對 怎麼能說 Copy人家那個 可是就是這麼巧 可是影響很深遠 對 好聽啦 就沒所謂啦 所以這張唱片值得珍藏 好好的聆聽一下 謝謝 那我看了這個專輯唱片 尤其那個時代歌 我印象強 我想許如雲來唱 應該 是我設計 一定要挑一個 像我是一片雲 像這樣 我們本來也是有要挑這首 可是我們在我是一片雲 跟雲且流出裡面挑了雲且流出 挑雲且流出 對 因為這張就是 其實是我跟公司的最後一張 所以他們也很希望說 我可以留下來 那我也有感覺得到 這首歌也很好聽 我也感覺到他們的誠意 所以我會覺得 這樣的收錄在專輯裡 是特別有意義的 有這個意義 但是時間還沒到嘛 很多事是可以彈的嘛 繼續彈 很不錯 謝謝小哥 尤其是球員赤手苦肉 那真的 再為我們帶來一首 你唱片中好聽的歌曲 好 我帶來這首首 我怎能離開你 哇 這個歌相當的優雅 我們起來欣賞這首 我只能離開你 我只能離開你 有其願能相聚 似也無悔 我揉情深似海 你痴心可問天 聲相手長前圈 隨隨念念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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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爱无能意 我和你共事中 心默默移 欣赏完这么多首精彩的歌曲 您是否一言未尽呢 广告之后还有费玉清的《轻轻唱》 千万别走开哦 费玉清的《轻轻唱》 小哥 在节目最后这一段 我想要跟你聊一下进化歌曲 进化歌曲 对啊 因为你在那个时代 你应该唱过了很多进化的歌 是是是很多进化歌 在记忆中很深刻 像什么上山啊 水呀水条条 山呀山高高 高高 有一首歌我有记得 就是说 一树他花千多 这算不算是进化歌 这是进化歌啊 这个是啊 朵朵难 媲美 娇容 天生娇美 不爱谁 好 只爱歌 歌曲从皆 练容啊 不是练戒啊 还有一首歌叫做 《妮娜会说话的眼睛》 她的眼睛像月亮 这个歌你看 光说那个眼睛这么一个器官 他可以编出一首进化歌 从他这个深眸里面慢慢看出 这个女孩的柔美跟优雅 对 可是当时有这样的目的 其实就是说因为有一些流行歌曲 它里面的歌词啊 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败坏人心啊 迷迷之音对不对 对对 那个时候新闻局一直说 看这个走势啊 将来是爱啊恨啊 这么都这么直接 所以赶快提供一下 很多歌手都要参与唱一些进化歌 所以一个节目没有五首歌的机会 至少要占了两首 所以那时候都有比例的 而且我那时候开始写歌 刚开始写还有宋神 对对 上节目还要问你批文是第几号这个歌 对对对对 如果说不通过的话电视台也不能唱 电台也不能播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如果你的歌词里面 有英文跟国语在一起就不行 譬如哪一首歌 譬如是那个《但是又何乃》 这是崔海青的歌有没有 但是又何乃 可是其实它是翻译日文的 Dancing all the night Dancing all the night 很厉害对不对 他怎么能又唱呢 他自己唱Dancing all the night 但是上面是写 但是又何乃 但是又何乃 英文很像 很厉害对不对 是是 新闻局这样的一个苦心啊 跟现在来看好像 他们方向是非常正确 是个值得我们觉得说 在这个人性上的进化 从词曲上的这种修养上 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可是好像还是力往狂澜不了 所以像那个进化歌曲里面 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歌 进化歌里面 我觉得有一位教授 叫李鲍诚是吗 对 李鲍诚 博士 对 大家常常念作叫李鲍诚 李鲍诚 对 还念李鲍诚 对 李鲍诚博士 李鲍诚博士 他的词曲方面词意上就用得很深 所以在新闻局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也曾经跟他邀过歌 我记得他的歌也给了一个很有气质的歌手 江磊唱的一首歌 叫做《你浓我浓》 对 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 而且在现在看来 它还是旋律非常的优美 对啊 或许现在的时代不太一样了 那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当时也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回味一下 我们就来唱这首进华歌 《你浓我浓》 你浓我浓 特杀情多 情多出热如火 沧海可苦 见识可懒 此爱此情永远不别 把一块泥 捏一个泥 留下笑容 是我唱你 再用一块 索一个我 长陪绝倦江拷拦拦拦拦拦拦 ак 江挞两个一起打破 在江 algo在你握水条河 重心活你 重新再坐 在念一般 你 有自己的我 从今以后 我可以说 我你中有你 你你中有我 你中有你